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以来啊 很多人呢就认为我们念佛就可以成佛了 根本不需要持戒 总是觉得我们都是业障凡夫 是不可能修行的 也不可能持戒的 这个问题呢 可能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的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聊一下 我们修持净土法门 念佛就好了 到底用不用持戒呢 下面呢 我就分享道正法师的开始 以为受持净土法门 要有信愿持名就好 不需要那么麻烦 还要持戒 这个误会是很大的 由净土法门的角度来说 戒律就是阿弥陀佛的精神和行为 所有佛的精神 存心 做法都是相通的 阿弥陀佛也不例外 也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心里真正念佛 真正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心 体会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四十八大愿 就自然会尊重佛 照戒律去做 而不会去犯戒 如果故意不尊重戒律 就是尚未体会阿弥陀佛的心愿 尚未真正信佛 举五戒来说明阿弥陀佛的心愿和戒律的关系 我们举五戒来说明 第一戒不杀生 我们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愿 就是要救度一切的众生 给众生安乐 不要受苦 而且又要让众生都成佛 和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光明 无量的寿命 我们如果真正了解佛的慈悲 相信佛的大愿 与佛同心 哪里会去为难众生呢 我们要了解 一只鸡 一只蚊子 一条虫 佛都疼惜他们的 如同自己的儿子 我们如果真正心里念佛 哪里会说 佛所要救的众生 我们反而去杀呢 杀死众生 就是杀死阿弥陀佛的儿子呀 信佛 又尊重佛的人 哪里会与佛作对呢 哪里会说 佛要给众生无量的寿命 我们反而要断众生的生命 让众生断命呢 所以信阿弥陀佛慈悲的人 一定自然会爱护阿弥陀佛所联系的众生 不但不会杀生 不会吃他的肉 还会积极救度众生的 这才是真正心里念佛 体会到佛的心了 与佛相应 如果一面口里念佛 一面要杀死阿弥陀佛的儿子 这就是不信佛 举五戒来说明 持戒比较不麻烦 有人提倡 念佛不需要那么麻烦 还要持戒 墨学反而劝大家 念佛要持戒 花开见佛比较快 比较简单 不需要那么麻烦 去犯戒 因为我很怕麻烦 所以我都事先想清楚了 到底是犯戒比较麻烦 还是持戒比较麻烦呢 我们仔细想想看 杀生是不是比较麻烦 要疲劳呢 不杀生是不是比较轻松 比较不麻烦呢 比如墙边有一堆蚂蚁 我看到就要帮他们皈依 念佛 然后就绕到别处 不去打扰他们 反而路很宽 这样是不是不麻烦了呢 有人看不过去 要花时间去喷药 去把他们揉死 费老半天的功夫 是不是更麻烦 这就叫又费力 药味又难闻 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都不要动脑筋 不去动它 是不是更轻松不麻烦了呢 别人的东西 我们动脑筋 不去动它 是不是更麻烦 这是费力又不讨好的结果 不邪淫是不是比较不疲劳 比较不麻烦呢 不打妄语 省得以后解释一大堆 免得麻烦 喝酒除了增加麻烦 哪还有什么好处呢 不喝酒当然比喝酒来得省力 又比较不麻烦 乃至八观斋戒 不化妆 不擦粉 当然比化妆省事不麻烦 去歌舞厅跳舞唱歌 去排队买票看电影 也比静静的在家里休息更麻烦 时斋过午不时 下午晚上不用煮 不用吃 也比较省事啊 省下很多的麻烦 总之 持戒一定比饭戒更不麻烦 更省事 饭戒真的很麻烦 费力又没有好的结果 这种赔钱生意最好是不要做 勤苦与饭戒又轮回生死 还不如勤快念佛 持戒助人 无量寿经说 我们众生都是勤苦生死根本 勤是勤劳也是很勤快 勤苦就是说我们很勤劳受苦了 我们众生可以说每天都很努力 很拼命的做一些使我们自己以后轮回痛苦的事情 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勤苦的去做一些赔本的生意 多赚疲劳 多赚生死轮回 犯戒的是 我们最好不要那么努力的做 甚至还不怕麻烦 很认真的做 犯戒的是 我们最好比较懒惰都不要去做 才不会勤劳又受苦 以后还要等很久 莲花才会开 这种勤劳实在是不划算呢 我们勤快要主题正确 要勤快念佛 勤快持戒 勤快做好事帮助众生 不要勤快的犯戒 自找麻烦 所以默学奉劝大家 念佛持戒比较轻松 比较不麻烦 以后花开见佛也比较快 我们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去犯戒 受苦 受罪了 往生西方的三资粮是信 愿行 确实 净土法门求往生西方 只要有信 有愿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下面的那句 不需要持戒 观念就完全不对 因为认为不需要持戒 就不是有信 有愿而念佛的表现 反而可以说 是不信 不愿 又不念 下面我们分信 愿行三方面来讨论净土法门求往生西方 与持戒之戒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 敬业三福 要求持戒 《观五亮寿经》说 要往生西方必须要修三种福 其中就说到要持戒 我们若相信净 我们若相信净土三经 当然就要相信持戒 是往生西方必须要修的福 戒律是佛所教我们的 现前生活待人处世的原则与精神 一个人如果连佛所说的眼前生活的原则你都不相信 哪有可能相信佛所说那么遥远的极乐世界呢 一个人如果说戒律不需要持 是过时的 这样就是认为佛的能力连三千年都看不到 如果佛连三千年都看不到 哪有可能看到师姐以前阿弥陀佛成佛的事情呢 所以我们如果不肯定戒律 就是不肯定佛的能力 如此 哪有可能真正相信净土法门呢 这种信心就要老实检讨了 二 戒是八宗共同的基础 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 八宗共同的基础就是戒律 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根基 选择一宗 专修一个法门 都能成就 但是不管选择哪一个法门 是参禅 学教 还是修秘 都必须要持戒的 当然净土法门也要持戒 因为戒定慧三学是整个佛学的内容 戒是定和慧的基础 也就是禅定或者一心不乱的基础 我们如果时常犯戒 心乱糟糟 哪有可能念一心不乱呢 所以一个人若不肯定最基层的戒律 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肯定上层的禅定与般若智慧 哪有可能真正行得到呢 三 置心信药才能往生 置心信药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佛在灭堵之前交代我们以戒为师 以戒律作为我们的老师 我们若对佛所说的有些信有些不信 那就是半信半疑 这就不是置心信药了 根本不符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真的是大慈大悲 只要有人真正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想要往生到那里去 置心信药至始离命中 念十句阿弥陀佛也可以去他的世界 阿弥陀佛也会来接他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 大院里置心信药这四个字 所要求的条件 什么叫做信道置心呢 要完全肯定 完全相信 没有一点的怀疑 我们既然要置心信佛 就要相信佛的全部 佛的慈悲 智慧神通道理 乃至他所说的戒律 没有一样信不过 完完全全相信佛的全部 这才是置心的信 四要肯定戒律 若持不好要惭愧 忏悔念佛 我们前面说过 持戒波罗密 是到成佛才能圆满 我们持戒有做不到的地方 一定要惭愧 老师承认自己的不好 惭愧念佛 一定要用尊重心 肯定持戒的必要 尽力要去做到 千万不要用轻慢心 反而说不需要持戒 这就变成诽谤正法了 一旦说不需要持戒 就会使众生放心的去犯戒 造很大的罪业 就惩害众生堕地狱 受苦暴 这会造成往生很大的障碍 我们平时一定要确实 检讨自己的信心 以免到临命中时突然间才恐怖 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佛 这就可怕了 所以呢 如果有人说 念佛就可以往生 我不需要持戒 也可以往生 不论你在哪里学到的 听到的 其实这都不是正法 希望大家呢 要持戒念佛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真的是往生的时候呢 会减少我们很大的障碍 受五戒的 守好五戒 没有受五戒的 在家里也要奉持五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做到逐恶莫作 壮善奉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 李宗梅